Lun Sang 及眼霜 說完面霜就到眼霜了 改善黑眼圈及眼袋我沒有推介 怎推介?仍是這麼厲害 但關於眼紋大家都可以試一下 我真的覺得它的性價比是超級高 雖然已經花光看不到 她是Shelot Tilbury的Magic Eye Rescue 已經推介給很多朋友去用 430元15ml 絕對滋潤度是比美到過千元的眼霜 給大家看一下好像牛油一樣 如果你的困擾是關於眼紋的話 應該眼底都比較乾 超級滋潤 但我沒有生過油脂粒 所以大家真的可以試試它 但日頭不好用 它應該會令遮瑕膏不太OK 但晚上需要滋潤感 它會完全給到你 已經很多朋友跟我說 用完之後乾紋改善了超級多 但一些好心本身已經有的紋 就未必有很大的藥瓶 但如果是剛起的乾紋 真的用它可以很快很快地搞定 Facial Oil 今年我是蠻喜歡Drunk Elephants的 這款叫Virgin Marula Luxury Facial Oil 它跟很多不同的護膚品和化妝品都合得到 因為它不會很流質 但亦不會很厚重 你看到一推開是有油潤感的 不是那種塗完毛感 或是很快吸收 一聲就沒有了的Facial Oil 特別是配合它們紫色的Cream用 我覺得效果有加成度 除了用來溝面霜之外 因為它有少少厚度 你可以滴三四滴 搓開它 然後就這樣印在臉上 它可以做到一個很好的鎖水效果 防曬又是有兩款 因為根據不同的情況 我會選不同的產品 首先來這個 它是Beat Glam的Aqua UV Protection 然後質地你會看到是比較像Cream狀的 推開的時候會有水潤的感覺 它可以代替到面霜和防曬 這兩個功能 它很適合冷人用 因為我是早上起床 塗少少Toner 然後直接塗它去行山、神溫 完全不會覺得自己皮膚很乾 你會真的以為自己塗了Skin Care 所以它是一個有嘔嘔厚度、有水潤感的防曬 然後另一個就是IPSA的這一款 它叫全校修護防曬精華日霜 然後質地我試在另一隻手 因為那隻手塗了太多東西 有少少的流質 但不是滴下來那種 推開很薄身 沒有負擔 然後有少少的水潤感 我最喜歡它的地方 就是不會跟化妝品打膠 它可以吸收完好像Skin Care 兩款都沒有試過跟粉底打膠 這個我會覺得它的水潤感更加強 它像一個霜霜 然後這款會像精華 看看那天我皮膚的狀況 去用哪一款 兩款我都很喜歡 去到面膜 今年有三款我都覺得很值得去提及 首先是小星層的N34 然後有Be Plain 還有這個是Serenia他們的Dewey 我喜歡用Starrytail的面膜 應該傳語就知道了 這個是他們的美白面膜N34 它的面膜紙跟N31一樣 是我人生最喜歡的面膜質地 然後它的美白效果是好像著燈 按掣的聲音 它不是白了很多 而是整個人亮起來 如果你是連續敷三天 有什麼重要的場合 這個真的非常之不錯 都是一句 貴了少少 不可以每一天 整天都很想敷 你要一個禮拜 或者是有很重要的日子 你才會寫得去連續敷 但是呢 他們的面膜真的 就算多貴 我都是一直一直存在 整個屋都有 差不多30塊 然後是Be Plain的Bamboo Healing Mask 這個是今年用過開架面膜裡面 最有驚喜的 它的面膜紙敷的時候 舒適度 貼服度 和敷完皮膚摸下去的觸感 水潤度 都是比起我對於開架面膜的期待 再高了 這個真的不錯的 雖然它沒有去到小星層 或者很貴的面膜 那麼高功能 但是如果你平時 只是想保濕 很想敷面膜 不捨得敷一些 這個預算是高的 差不多100塊 一塊 想有一個東西 前後對比看到的話 這個真的不錯的 今年我用過很多的開架面膜 敷完是覺得自己浪費了15分鐘的時間 敷完和沒有敷沒有分別 和敷水是一樣的 這個不是的 這個真的有感 到Serenia的Dewy面膜 我一敷上臉 我就馬上跟Serenia說 為什麼你可以做到這個質地 這個我應該可以倒出來 它不用滑 它是那種 它不是冷的 它是滑滑滑滑滑 好像皮膚在喝水的感覺 你有沒有看到 很滑 它一推出來 是很舒服 涼滑滑 平時用Gel Mask的感覺 都是一層淫膠在臉上 慢慢吸收 然後就會變成薄膜 然後洗了它 這個不是的 它好像皮膚一聲 喝飽水的感覺 雖然對我來說 它的滋潤度是沒有的 因為它真的很水 但是如果你是捨得用它 放在一塊面膜之前 用來打底 再敷一塊保濕面膜的話 那個效果是不得了 你會好像發光 你的皮膚是馬上光亮出來 是完全覺得 今天你對我好好的感覺 夏天大家一定會喜歡 特別是油肌的朋友 如果你是不喜歡 一些有厚度的Gel Cream的話 這個你會大愛 以我乾肌來說 它是打底的 它不可以單用 或者是除非那天我是很累 想要一個很舒服很清涼 和一個飲飽的感覺 我可以單用 但是平時我都是用它來打底 用來在一個保濕面膜的下面 做一層很棒的補充 最後是Caudalie的保濕噴霧 轉了新版之後 第三支都用完了 這個 我不知道還可以噴出來 它是超霧化 就算去到底 它也不會出水珠 我噴在臉上 讓大家看一下 它不會一滴一滴 然後我喜歡它的原因 它的保濕度 不是0到100 有時候去到入口中間 你噴 保濕度很厲害 會有負擔 這個不會很輕 然後妝前妝後噴都可以 如果化妝後噴 妝後會更加有光澤 之後我主觀很喜歡它的味 它是一個陳皮檸檬的味 早上起床噴 烏一烏一都會醒 之後做事做到很累很頹 一噴又是很醒神 很有元氣 可以繼續做事的感覺 我很喜歡 所以就算我用其他保濕噴霧 這支我一定會開來放在旁邊 真的 什麼事都噴一噴 很棒 大家看到我由舊版和新版 用了無數這麼多支 就知道 又是很棒 好了 完成了2022年的年度化妝品 和護膚品清單 希望對大家來說 都有一個參考價值 如果有什麼是你想燒我 記得留言 有什麼是我推介完 你都覺得很好用的話 又是留言告訴我 或者有什麼是我推介 但你不同膚質 或者不同情況 用完之後 都會覺得不一樣 我覺得一般 都可以留言告訴我 告訴我 告訴其他觀眾 希望大家都會喜歡 這一類型的影片 我們明年再見 這個年度系列 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 記得按LIKE 和訂閱我的頻道 每個星期我錄兩條新影片 逢星期六 更早三 和星期日更早12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或者還有什麼 年度清單 雷品 或者其他東西 雜看 都可以告訴我 拜拜